你 呛呛三人行 这个我跟马博士都要欢迎这个又婷啊 载玉归来 载玉归来 又婷真是很仗义啊 我们这个节目人家刚从台湾飞过来 本来在度假是吧 参加我们这个节目 对啊 反正今天我还是休假的 但为了你一来 我就飞到摄影棚上班了 你故意真的要在我面前这样说吗 每次在背后说的好像不一样 没有没有他没说你坏话 开玩笑 所以啊 又婷我们也都很担心 你在我们不同的男士面前 你的招数是不是一样的 现在很可怕 你知道吗 这个这个情妇现象啊 当然我和你跟我没关系啊 我就说这个情人的现象很可怕 现在我国掀起一个讨论的热潮 说讨论一个什么问题 我过去从所未闻 反腐现在是重中之重吗 对吧 现在就好像很多很严肃的报纸都在讲哈 说咱们要靠二奶反腐吗 当然这个咱们节目已经发了公约了哈 就是说反对一切二奶小三小四 这种歧视妇女的称呼 情人就是情人 对吧 各家有各家的情况 不好这么说人家 但是呢 确实很多贪官呢 他是有这个事 哎 我觉得又婷你会有兴趣啊 看一份承诺书 对了吗 说不定你看上的男人呢 他要能给你们 他要能给你按这么一个手印啊 你也会心花怒放 这个可以看看 我觉得不定哪天我也得写一份 本人啊 承诺书 看吧 我擅增得承诺 自今天开始一个月之内 你看还括号呢 二到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指与张丰云离婚 离婚后与苏春元结婚 特此承诺擅增得 主要是下面你看还有见证人 见证人山东省农业厅办公室 实访 见证人都化压的 我是非常好奇 我看到这个说 好 我签了 签了我不守承诺怎么办 难道难道那个那个情妇会 会把这个拿去告他吗 让我想到以前台湾有过这样的案件 你知道吗 这是那个抓人啊 抓到文涛 要他写承诺书 答应 他被我抓住了 我要给他多少钱才 他要给我多少钱我才放人 对 那后来就被抓了嘛 那警察也觉得这个贼太笨了 我要你写了承诺书给我 那难道怎么样 你不答应给我钱 难道我去法院告你吗 对对 我觉得这个 这情妇很笨 嘉惠看来是夫妻关系很牢固 没受到过这种苦 所以你说我心发动发 不会啊 我觉得这只有两个 要么这女生太笨 怎么会相信一纸一张书 你都不相信那个公证结婚的那个结婚证书了 你还相信这么一张自己写的书 又不是小孩子扮家家 第二件事情 你要这张证据就是因为你已经想好 接下来的其他步骤了 那你还说他笨 他可不比你笨 要么就特别笨 要么就特别聪明 就这样 对 这官员现在完蛋了 你这笨 你看刚刚出炉 你是当官的 对啊 拿到你这个承讨书 现在就拿到你承讨书啊 翻手就举报你 他烦恼他一口啊 是 那除非坦白讲 像我们以前讨论过的话题啊 被拍到什么视频这个没有办法嘛 桌贼拿张嘛 桌奸在床 雷书记这个 不然 对 不然的话 我是威胁啊 他那时候 那时候我 雷书记这个太可怕了 你知道吗 我那天看到一个报道啊 嗯 他是那个建筑建设公司 建筑公司 你知道啊 不是这个两个人就结仇了才搞你 不是的 一开始在这个跟你搞关系的时候啊 就埋下了这个套 就雇了一个女孩子 什么他的情妇 雇了一个女孩子 放在什么手包里 还是什么 那个小录像器啊 录到了那个几十秒 还是几分钟 问题是啊 是一两年前吧 我不忘记 很久以前 录下来之后 这个建筑承包商啊 拿在手里 没有关系 还是跟你搞好关系 哎呀雷书记啊 你批我们这个工程吧 大家合作 但是呢 手里一直攥着 真的 你说你交朋友 一山还有一山高 你有没有想到你交的朋友有这样的 打从认识 你的第一天起 一手就攥着你的证据 然后一手再跟你搞关系 两面手法 他根本都不是交朋友嘛 他完全是利益 完全利益的关系 厉害冲突 利益的瓜哥这样 那问题在于说 他太笨了嘛 你要后来你 那一段视频听说 是他去那个什么承包商 工程 建筑承包商吧 承包商的安排的地方来进行的嘛 就被人家偷拍了嘛 你干嘛不把那个女的找回自己安排的地方呢 贾惠又有经验了 不能找别人安排的地方 那风险太大 重点是这个女生怎么样都是一个外人啊 你就是安排到你自己的地方 他手上的包包啊 你也知道现在这种 科技特别发达的地方 你怎么知道这个隐藏的 是的这个摄影机会放在哪 因为我听说的对 我前两个礼拜 我去香港一个区叫什么 深水部 整条街压流街嘛 都是卖电子仪器的 是吗 有点像大陆的电子一条街 我去买一个我的车的什么GPS系统 我去看挑左挑右挑 那看到它里面还卖了很多偷拍 偷录音 这个那个好多仪器啊 它可以弄成一个碑 一支一根笔 一个什么按键的开关 把我吓死了 我马上从掏出钱包 把我太太的照片给那个店员看 像这个女人有来吗 她的反应也很好玩 好像有 不过那个这个年龄的女人都长差不多 不会本人去买啦 怎么会自己下马呢 对吧 江辉现在赶快在各种场合纷纷表态 你发现 最近有问题 纷纷表态都是有问题 我倒问你又听 我对这个官员其实一向都是很同情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不是 就是我老想啊 他要是当官的 他好像就最大恶极了 跟女性保持什么不上关系啊 但是实际上这种手印啊 他反映了这个被逼婚的男人啊 你知道就说江辉你刚才不能理解 我认识这么一些男人就说被女人逼婚 那真是能拖一天是一天 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就说你说为什么要签个承诺书 他今天就下跪吧 就你知道吗 还真的哎 我问你一下你这有知识有文化的 那你为什么既然不想结婚 又为什么又想跟他在一起呢 他不能跟老婆离婚的 那我就不要他 那他就走了 你就让他走喽 可是你又舍不得 就是重点是你也有弱 弱点被他掐住 就是因为你离不开他 你才会按下这个这个切决数啊 就能拖一回试一回啊 为什么呢 外面那么多女生就换了呗 你都要要要要 不是如果你可以 我一直说我常在想说男生你可以 有个所谓的情妇情人的时候 就是说你可以他这个人不是你最重要 就他是可以换的嘛 不是真爱 如果是真爱就跟老婆离婚 你跟他在一起 那又不想因为老婆还是很重要 家还是很重要 那这个就是可以换的 就逢场作戏 那又为什么不让他就逢场 就让他走 又你这样说太少看男人了 还是有真情真意 男人也是有感情 是的 还有说中间牵涉到一个分手的安排 过程策略的问题 我不能太伤害你啊 我今天突然说我对不起 我根本不想跟你结婚 我不会离婚 拜拜明天不要见了 伤害嘛 你跑歹对不对 爱过一夜夫妻百夜恩 你爱过什么呢 那那个总要安排嘛 往往问题出在你安排的过程 时间的安排 手法策略的安排 不对了 那对方在那过程里面 来给你搅局 所以何必给自己找麻烦 你就乖乖跟老婆在一起就好 好像蛮好 就是 在到申请部去逛 您他也替我表态 谢谢 你我跟你说各种都有 其实有的人他还真是很奇怪 这个历史上所在多有 一个人有自己的原配妻子 但是他就真的是也是爱情妇 他是情人 他是真的爱 以前爱我绝可以理解 因为以前的原配是可能是媒妁之言 可能是家里安排 很多时候是不自由之恋爱 所以你可能里面这个真的不是你喜欢的那一个 那不得不遵从父母孝顺父母之后结了婚 我在外面可以找一个我真爱 我这个在古代我可以理 现在都自由恋爱了 你自己选的老婆 你现在又说你不要 然后在外面再选第二第三个 很多问题很复杂的 你比如说孩子呢 这个家庭孩子 甚至是共同的事业 甚至是共同贪的那些钱 共同办的公司 你以为那么容易切割的 那怎么弄呢 所以啊 所以就是做决定这些想清楚 想了以后就不要后悔 就这样 女的还是简单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陈绝 出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陈绝 一汁水 会冤酒精 年份冤浆 五井共酒 哎 佳慧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这个 我觉得这个有个问题啊 这个你说到反贪污嘛 靠那个反腐是吧 对 靠情妇啊 那我觉得说另外一个角度看 我记得在微博看到有人留言啊 说这样看起来呢 假如万一你开始贪污了 还是要贪下去 因为可能呢 那个官员啊 就因为不贪了 开始了 我要做一个连结的官员 我不贪了 不再乱批工程给你了 那你就把我的过往的证据就拿出来了 假如我继续贪就没事了 对不对 可能是这样 很多时候是欲罢不能的 对啊 所以从一开始就跟吸毒一样 绝对是没有办法戒断的 他一定是这个过程中是你只能是越陷越神 然后越谈越多 而且他呀 他是到了一个网里 而且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样的干部啊 对就是你知道他们有些人讲啊 就是在中国很多基层的什么叫基层 比如说县乡镇这一集 当然大部分肯定不是这样啊 但是他们说越是在某些偏远的地方啊 这个一个县长啊 那就是县太爷了 真的是县 就是说这个县里啊 想睡谁就睡谁 不知什么就 哪哪家的良家妇女 最近就传出一个 当然啊 这个又说是什么上级部门说查 说是查无实据 说没有这事 但是在网上也传的很广 这种风景啊 估计也有 就是说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啊 带着九个情妇 共同去旅游 这家伙非兵妃啊 一起出巡呢 他们说这个人就是这样 就说这个县里看上的 那家伙绝对拿下 那就是他的权力太大了 大到就是别人无法 这就是好 要回到古代了 这不就是 你的反应跟网友们一样 不就是 很多网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回到古代 这就是回到古代 古代不就是这个样子 古代 古代的县官 可不敢轻易的欺男伴女的 那个时候还讲究 不敢 儒家这一套啊 讲究你得 讲嘛 问题是讲 那古代不一样 古代没有微博 没错 所以现在要更怕 因为现在有微博 会告诉大家 以前古代的时候 那个传个信 你要告官 你可能要策马 奔成个几天 现在没有 就微博一秒钟 就可以举发 你怎么 你说的太对了 我对于这个微博 真是个很矛盾的心情 我觉得就说这个反腐 其实本质上不是什么二奶情妇反腐 本质上是网络反腐 这个微博反腐 我就说 我一方面说 太绝了 什么力量都挡不住 但是我又另一方面说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你知道 你说现在你这个当官的 真的就是 就是他们说 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长胜将军 是吧 接着什么什么 精克水 水克土的什么 总有一个克住你的 现在就有了这个微博 你想这当官的 不给吓的 不哆嗦 你知道有的那个当官的 就是我听说 吓的就已经是强迫症 强迫症是什么 明明就是跟女的戴着套 做完了之后 一晚上坠坠不安 第二天拉着女到医院 要一定要去做检查 这就是没有怀孕的 或者他因为他害怕 生怕给人家讹住吗 就是这个惊恐到 这种情况 而且趁着这个女孩啊 就是完了事啊 一去洗手间啊 就搜你的包啊 怕里面有那个 男人 射像 和平这个药 为了这么 对那两分钟 有的时候还没有两分钟 有的时候没有两分钟 有的时候就十二秒 不能守秘密 不能什么 太辛苦了 没有 假如是这种情况 跟微博无关嘛 因为就算他要告的话 假如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面 没有微博 对不对 他怀孕了 或者说怎么样 拿着你的证据 他去告就好了 现在是告那条路不通 所以他才能靠微博 就算告 我觉得成本都大 我觉得告成本都大 因为你得打官司 你得请个律师 你得出面 你要告诉人家说 我曾经跟他睡过 这个还是他 这个就是很多的成本 但是微博是有个马甲的 你可以透过别人 假装是别人 然后去帮你举报 那你可以一直隐藏在后面 直到最后一秒钟 所以那是个很好的 对又听 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不是说男尊女卑 我不是瞧不起女性 但是我会觉得 是不是我的观察有偏颇 为什么好像女的比较喜欢爱 把家庭闹出戒 把这个是不是 当然这是不是这样 反正我观察到的可能很狭窄 但是为什么常见的 我老是觉得女的爱闹出戒 你比如说容易认真 我过去小的时候 不是小的时候 就我年轻的时候 你动不动 你比如老公 可能找个别女的 就闹到我们单位来了 你知道吗 就会跟台长 闹到办公室里来 这个让男人很害怕 很气愤 就是说你为什么动不动 过去年代 不是说举报贪官 女的也为点家庭矛盾 也闹到厂里去 那个时候俗称叫坐地炮 又在厂长办公室门口 就不行了 为什么 因为女的容易认真 就把你们赖皮 不然还隐忍 隐忍也行 为什么 为了什么隐忍 他不能在一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的范围内去解决 不行 因为你不跟他解决 你就不回家了 你就不接电话 你不回短信了 那他找不找你 那他情绪要有发泄吧 找谁 找你长长 因为不仅是情绪的发泄 他没有其他平台 对啊 像以前 像所谓以前是二十多年前的美国啊 给我开明了嘛 那个妇女性主义者经常要修法就是讲 因为当你家庭有暴力的时候 比方说夫妻不合 你给了又婷两巴掌这样子 然后你报警 警察来通常是什么反应 家事嘛 分期之间嘛 不要吵了 来来乖乖 和解 对 和解 那女的没得保障了 过两天又被打 对不对 你怎么收我只有两分钟 然后就打起来了 所以他唯一的就只好说出去闹 做什么地炮 做地炮 做地炮 这个就有效果压在你的头上 那觉得当没有其他管道的话 管道就在你的眼泪里面 今天就是你的眼泪 所以从这个贪官这儿啊 咱们也得到一个不正经的体会啊 就是还是过去有些过来人啊 像家规他们感觉对 就男人对女人啊 不能小气 真的 小气的全最后全被翻盘 就是说你最后都不管是抛弃也好 或者不要也好啊 你跟女的你多给他钱 真的没错 你做男人的 你大方一点 你知道吗 你你把他安抚的好一点 你能减少多少是非人家们 家辉到今天都没事 所以你没看 所以你没看 情妇跟参观一定连在一起 因为他没有个家底 他怎么去大方是吧 不是 所以这一定会连在一起的 好多情妇举报 都是因为就是说 连点钱都不给我 或者给的不够 你知道吗 你所以男的不能小气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老师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这个 他被你抱了他两分钟 然后在我面前抱他两分钟 他就很不高兴 准备也抱我的事情 我跟你抱一个事情 我昨天到香港 那个出入境那个事务大楼 你知道吗 我去办证件 我跟你讲 办证件的算公务员 这个大姐 按说 这要照我们大陆人来说 就很不专业了 甚至这种不专业 就是太不专业 为什么 他看见我这大陆人 他办证件 这个大姐很奇怪 你就跟我说 我不喜欢大陆人 一边给我办 一边跟我讲 说我最增大陆人 我们最增大陆人 大陆人 幸亏他碰见我这个脾气好的 你说我好到什么 我就顺着他聊 对 大陆人不太守规矩 所以说说说说 最后你知道说到最后 他就说 打一楼个楼 就大陆的女人 他说你知道吗 我刚到广州去捉奸 然后拿着一个身份证 一个女的照片 他说你去 我可以勾勾勾 我要告这个女的 他说他老公 香港老公 在广州 包二奶 包二奶 然后他就打过去 打过去之后 他说他找了大陆的公安局 和法院 说这是冲婚罪 他们俩都生了孩子 是冲婚罪 后来他还投诉大陆的警察 警察说 你要看到他 你报告我们 我们去抓他 他说 我看见他了 过了什么 35分钟 我说警察来得够快的呀 他说我打电话 告诉警察 35 这七个字 他们都没有来 他又跑了 你说你说他 这个大姐 你说他恨大陆 他香港人 香港港剧 我有一天看到 很久前 一年多前吧 就在演那种 就是豪门之院 然后那个女的呢 就媳妇看到婆婆 这边欺欺出骂 说 那个我那个死老公 就说他公公的事情 然后媳妇在旁边听 那死老公 昨天又跑去搞别人 然后呢 那个三姑六婆就讲说 谁呀 第二个三姑六婆说 一定是台湾女人 然后就开始 学台湾女人讲话 嗨了 就还魁蕾了 我想 港剧就 怎样 台湾女生就小三 所以你说这种 现在这种事情 是嘛 台湾女的也背着名声 这也背着名声 现在在香港 香港女人是非常 港剧 剧本里就这样写 所以非常焦虑的 非常焦虑 又怕台湾 又怕大陆的 你刚说这个出状况 当然我们常见 是因为钱 给的不够嘛 不够大方嘛 还有另外一种 常见的状况 我们都知道 是 你有小三没有问题 你有小四 那就有问题了 怎么讲 永远是你有小三 小三跟你相安无事 那你大婆也可能说 睁一只眼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你有了小四 那小三就真的吃醋了 而且你门不过小三的嘛 你以前怎么跟小三 来门你大老婆的手法 小三都了解 对不对 你跟小四去约会 然后你跟小三说 我今天没空 跟文涛吃饭 他说你小来 你一定去 你看美国CIA局长 怎么下台 就是因为有小三 小四嘛 是吧 永远都是 后面两个在斗 然后前面大老婆 反而是最 最后才知道 所以 但为什么 我国贪官 能那九个呢 甚至还有 你以前那个 MBA MBA 你记得吗 管理 管理列明情妇 出事的那个书记 还是什么 MBA方法 管理六个情妇 六个情妇 每人一个不同的电话号码 不是 他给这六个情妇 他这人有六个电话 你知道吗 这个电话专给你 打我这个电话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